现场王惠美 记者会一开始要大家别紧张 不是出现确诊个案 而是宣布过年前防疫措施 一月二十九号到二月六号 隆重开八百三十八斤 疫苗天天打得到 彰化线严正以待 除了打疫苗 也加强了日前设置的社区快筛战机制 没打两剂疫苗的 或是家里有长辈 还没有打两剂疫苗的 你出现呼吸道症状 建议你一定要去做快筛 彰化线规定营业场所和公共区域 必须食联制 大众运出工具禁止饮食 宴席不得逐桌敬酒 医院机构暂停探病访试 而台中市现在打第一二剂疫苗 有两百元礼券 防疫第一线人员 也要注射两剂疫苗 另外因为有民众 擅自离开拘检场所 被罚三十万 市府现在新规定 擅离超过三十六小时 最重可罚一百万元 另外苗栗院里出现确诊足迹 县府除了进行清销 也在社区紧急成立快筛站 苗栗在春节期间 规定防疫旅馆和计程车从业员 每周快筛一次 风景区夜市交通场站 每周大规模清销 并加强移工宿舍管理 云林同样规定医院机构 禁止探病房市 闭越旅行和校外教学 取消或延期 同时进行了119防疫专责队 整备并印制外语宣导单 加强移工防疫宣导 南投甚至在南投市 草屯普里汉竹山 四大乡镇市 增设假日大型接种站 符合资格的人随到随打 相当方便 中部县市用奖励 重罚和辩民等方式 执行春节防疫计划 要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